经常我们的冷气会出现风小 还有不冷的问题是因为我们的冷气没有定期清洗 风小的话原因是因为我们的brower开始阻塞 导致到出风量会减少 那么不冷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cooling块开始阻塞 导致到进风量会不顺畅 然后冷气会滴水的原因是因为灰尘油剂 长期累积在冷气的水盘的弯曲排水洞口 导致到你的冷气的水盘流水不顺畅然后滴水 我们会建议长期使用冷气的家庭 每六个月清洗一次冷气 这样可以减少冷气的负担还有省电 如果家庭成员有壁纸或皮肤敏感问题 我们会建议你每三到四个月清洗一次 这样可以减少敏感的发作 冷气外期都是安装在户外的 长期都会淋到雨水 这将会减少灰尘的累积 这样情况下是不需要清洗的 除非冷气长期接触大量的流盐 我们就需要每一到两年清洗一次 冷气外期不需要定期加gas 就类似像我们家里的冰箱 如果真的是low gas 是需要修补我们的铜管 不是加gas 这产品的效果真的有那么好吗 这里放心 我们这产品有退款保证 有money back guarantee 我们这产品帮助了不少的家庭节省花费 陆陆续续也得到顾客的好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